这个黑色的版型我搭配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鞋 可以这样看 这边是lady的,上班lady的风格 这边是sporty的,casual的风格 其实换一双鞋就已经可以转一转风格 先说一下衣服 它是一个入博牛角袖的cutting 底层是一个珠地的卫衣,是薄身的 这个版型是相当宽松的,它是入博的cutting 连接着的这幅滚的混色滚 配色配得非常漂亮 它是有少少猫猫的滚状 你看到是一个很柔软度,很高,很柔软的颜色 它亦有点弹性 滚的质地亦有点弹性 不过它针织密度都很实 我觉得不需要担心通风而动的状态 也是很软身捕乱的质地 是一个罗闻的手袖 为什么我搭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呢? 你会看到这边是真的比较lady的一个style 可以搭配一个斯文一点的袋款 如果你想casual一点,也可以搭配这个波鞋 当然袋子就要转一转 或者再加多个背心款 这个背心款也是我今次很推介的单品 大家都可以看看 当然我选择得搭配这个牛仔背心 观感一定是偏向这个 你就立刻觉得是要这样搭配 对了,就会casual型格 对了,立刻不要看这一袋 对了,这样看 对了,就会觉得搭配这个波鞋款 对了,就不会搭配这个了 你会看到这个top款的可塑性 对了,lady的也可以 casual型格也可以 做inner再on top 这样搭配背心款 也是合适的选择 对了,我给大家看看 也是宽松的版型 对了,入博的有一个宽松 胸甲圈,相当充裕的了 它是一个珠地的卫衣料 那三脚都是罗敏的 不过它的cut是这样少收进去 但是就是宽松的,就不是抛身的 对了,如果你喜欢摄三厘 也可以像我刚才那样摄的 也没问题的 因为那个布里也很柔软 对了,如果想casual的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现在这一边的示范 也配了背心款 这个款因为你看到都相当宽松 那配套可能未必那么好看 配背心就刚刚好 你可以完全展示了它的风格出来